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新党党员王秉中经19日应涉共谍案,被警调人员于清晨6点搜索住处,王质疑此举事政治操作,且恐有不合法之余参与搜索的法务部调查局发声明指出王秉中拒绝被搜索,因此检察官指示出事拘票拘提当事人。 王秉中今天演见警调人员出示证件搜索票后,仍将他们聚于门外,且于搜索前以脸书直播释发过程。 调查局对此表示,一切行动配合检方指挥,申请搜索票、传票及拘票,不料当事人拒绝配合,因此检方指示,因刑事诉讼法以拘票带走当事人。 调查局声明中提到,检方引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一项,认为王秉中的律师倘若进入搜索范围,恐逢害任务,因此并无同意王质律师在场陪同搜索。 再者,刑事诉讼法第124条名文指出,搜索因保守秘密,且侦查不能公开,才会阻止王秉中使用脸书继续直播。搜索过程并无不当。 调查局声明全文 1. 本案自立案调查到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均全力配合检察官指挥,为顺利执行作为。 于案件开办前,先行完成搜索票,传票及拘票申请,本局执行人员与执行证人查证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6-1条第一项,第175条规定,先后使用证人通知书,传票通知证人到场查证。 为遭当事人拒绝,经报请承办检察官指示。 1.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出事拘票拘提当事人。 2.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及审判中之辩护人给予搜索或扣押时在场,但任其在场于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线。 2. 因而本局执行人员与律师要求进入搜索现场时,经请是承办检察官后,依据上述规定,未同意被搜索人之律师于搜索期间进入搜索现场。 3.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搜索因保守秘密,并考量侦查不公开原则。 本局执行人员依法禁止被搜索人等在场人使用社交软体进行现场直播并无不当。 4. 依据刑事诉执行人员队